來看到最新的消息 路透社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以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將在十三號在華府會面 這也是岸田上任以來 首度在白宮出席美日的領袖會談 那麼日本的獨賣新聞 上個禮拜也引述日本政府的消息 做報導 日本與美國政府正協調 一月十三號在華府舉行岸田文雄 與拜登的領袖會談 那麼岸田在會談上 將會向拜登說明日本政府修訂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三份文件的內容 以及日本決定將大幅增加防衛的經費 但是美日的領袖到底會不會真的見面呢 好 現在白宮不願意評論 那麼日本的駐華府的大使館 也拒絕證實會談的日期